哇!終於爬到上面看到鳥居了 欸來來來,哈哈你來幫我拍張跳起來的照片,來 好啊,看這邊 一、二、三 我看我看 哇好笑喔 這些照片連在一起可以做一個動圖耶 最早的動畫概念不就是這樣嗎? 很多圖片連在一起就變成影片了 對齁,以前還很喜歡玩手翻書 在一本小冊子上畫畫 翻譯的時候就會很像動畫 真懷念耶 而且這個概念不只現代有 其實很久很久以前就有囉 那是多久以前? 嗯,差不多周朝的時候吧 啊?也太久以前了吧 唉唷,我說真的啦 我剛剛突然想到笨字 發現它其實就是動畫的概念耶 嗯?怎麼說? 笨的經文長這樣 上面是一個人張開手臂 下面三個指代表腳 用三個腳表示腳動得很快 意思就是快跑 這個不就是視覺殘留的概念嗎? 動得太快了 所以看起來就像有三隻腳一樣 古人也太先進了吧 很讓人驚豔吧 科技啊 或許只是不斷在實現人們的想法而已 技術當然很重要 但是想法也很重要哦 要先有想法才能一步一步執行 你說是不是啊? 喂!鼻涕了啦!